老张最近捡垃圾又捡了个好玩意儿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非常少见的机器 这其实是一个服务器 它的具体型号叫做VMware Edge 620 大家知道这个VMware做什么吗 虚拟机 它就是虚拟机的软件的开发商 戴尔就给这个虚拟机开发了一套硬件 来跑它的虚拟计算 这应该是中国的某个大厂淘汰下来的 这个是不是一点都不像是个服务器 完全不像 服务器就是大黑粗 这个颜值爆表 白色的非常漂亮 这都是标识贴着都可以去掉的 老张为啥要买它呢 最近很多老伙计 让老张给大家做软路由的 做旁路由的 还有让老张给大家做个all in one的 这个机器就是万能 一勺会了 一勺会 就是咱说的所有这些 他全都能干 为啥 咱先说接口 第一它有调试接口 你可以在电脑端通过一个软件 来直接控制它 然后它有两个万兆的光口 万兆交换机 万兆软路由 有了 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个猫棒 做万 一个做烂 然后还有六个千兆的 全部都是可以虚拟化的 网口 然后整级的功耗 在60瓦以内 静态功耗更是低到不行 它的CPU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互联网大厂最爱用的一个 阿同目的CPU 阿同目现在叫做 现在也叫做灵动 它被化归为了英特尔的服务器序序列 形号叫做C3558四核 然后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C3558的一个参数情况 四核四线程 没有锐频 基础频率就是2.2GHz 2G缓存8兆 设计功耗16W 并且支持DDR4双通道ECC 这个处理器在国内最知名的机型是 阿里云自己研发了一个路由器 里面用的核心就是C3558 然后这里头板载了一条8G的ECCDDR4的内存 然后老张捡回来的价格是780块 这设计的你看很不好 它这个内存升级需要把这个后盖都拆掉 这里还带一个无线模块 这个正经应该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无线路由器来用的 天线你看这两个硕大的天线 我都拆到这儿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看着内存呢 这内存还是拔不掉 他要把这个整个板子全拆掉 这可升级性简直就是一坨屎 这儿还有一个2242或者是2280的一个NVME的插层 然后内存咱们再插个16G 但是它就没有这个ECC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可升级性 但是老伙计们就不用想了 它是没有SATA接口的 咱们插电不用开机 自己就开机了 调试接口 然后需要一台电脑连接 哇塞 人家还给咱装好了S-OS 咱们还是先进这个S-OS进去看一眼 但是老张还是想做个All in one 顺利的进入S-OS 哇塞 这个机器竟然是自带EMMC的 16G可以用来装这个S-OS OpenWRT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系统 S-OS是直接可以支持到这个无线网卡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无线网卡打开 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台无线路由器来用 OK 这样直接就启动了 然后咱们可以在这儿呢设置连接的密码 那我把网线拔一下 这个OpenWRT OK 这就连接上了 哇塞 这S-OS现在对无线网卡的这个支持能力这么的强吗 这台机器的无线是2x2MIMO 最大的连接速度是867M 如果换成Wi-Fi6或者Wi-Fi7应该会更厉害啊 网络里面咱们来看看万兆网卡 12345678 8网络全都识别了 一般呢都会去这个S-OS里面自己再装软件啊 这里是几乎所有你可以看到的软件 如果你想科学上网的话呢 它这个里面也有各种差价你可以用 这东西都可以自己研究啊 我现在呢给它升级为最新的固件 然后来给大家跑一跑它的这个CPU性能分啊 最后得分 11,180 这个分呢大概比N100强 大概10%到15%吧 这机器的价格可是比N100加万兆便宜多了 然后接下来咱们iPROF打个码啊 好嘛轻轻松松啊 没开矩形针就是默认设置 我还是心有不甘啊 还是给它装一个ESXI 因为这个机器呢没有内置的显卡啊 所以安装起来呢还是比较要点技术的啊 这对于老张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开装 好分分钟咱们登陆ESXI 这毕竟就是ESXI自己家的设备 所以识别完全没有问题 CPU 内存 然后存储 我家的这个硬盘也识别了 硬件设备里面啊 对于虚拟化的支持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连无线网卡都可以直通啊 折腾了好几天啊 现在这个机器已经是老张最终想要的样子了 首先我装了一个iStoOS的主路由 我把万兆接口和无线网卡都直通给了它啊 所以它呢是一台无线路由器 然后还挂了一个254的一个旁路由 通过它呢可以科学上网 然后可以关闭广告 为了方便远程访问 所以我还在里面装了一套Windows Server 2019 方便我远程穿透操作来使用 现在已经运行了好几天了 非常的稳 然后整个跑起来的功耗就是20瓦之内 非常的彪悍 现在是插了两根电口网线之后功耗的一个状态 15瓦 这个是一光两电万兆网络之后功耗的一个状态 没什么太大变化 温度也控制的非常好 噪音也是非常小的 但是它不停 你可以感受一下 它不会停 但是它一直就是 噢的一个声音 就是我玩过这么多的服务器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小玩具 可以这么说 自带CPU 自带8G ECC内存 自带32G EMMC 双万兆加6000兆 只是没有显卡 没有集成显卡 所以说玩黑群灰 做视频硬件解码的就不合适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做软路由的就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好了 这是老张 然后希望老张给大家汤什么雷 或者是有什么新产品 想让老张给大家试用的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 但是记着先关注数码黄晓明